永春 张天志 永春 叶温 六点半棍 永春的棍法非常简单 只有六招半 故称六点半棍 两人一开始 就以起棍式朝市里自爆家门 可以看出来叶温和张天志的起棍式同中有 相同之处是两人都是以摇鲁销成棍起手 我们看这几个起手动作很像在摇鲁划船 实际上 六点半棍法就是以撑船的竹竿为兵器 运用永春的发进方式形成的一种棍法 而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叶温的朝市里是以削尘棍转枪后棍为收拾 而张天志的朝市里是以棍打雷霆转半遮蓝为收拾 这说明 虽然叶温和张天志的事工都是佛山在线上 但是随着时间流转 流派更迭 两人的永春早就已经有了变化 这也让接下来的永春正宗之争变得越发有看点 退马弹棍 进马镖棍 张天志这第一招攻击就深谙六点半棍法的精髓 永春全艳有言 刀无双发 棍无双响 无论是永春的八斩刀还是六点半棍 在与敌交战时 都是力求一招果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我们看到张天志第一下弹开叶温的棍后 第二下马上就直接飙杀而来 虽然叶师傅也深谙此道 但是看他此时的表情 还是不免被张天志的雷霆之势震惊到 张师傅这出手就是必杀呀 叶温上半身微微厚痒 长棍护于胸前 一招尘腰混进全身 直接一个上下弹棍打了个漂亮的反击 进马镖棍 上步挑棍 镖龙枪 镖龙枪可以说是六点半棍法中的杀招 他像一个火车头一样撞向对方 对方要是光靠臂力 几乎是无法拨开的 退马刮棍 进马刮棍 注意看叶师傅的表情 显然是被张天志的这两下刮棍惊到 居然能在墙壁上留下如此深河 尽力之强令人叹腐 这个就涉及到六点半棍法的握法 六点半棍因为太长棍身偏重 所以六点半棍是左手在前 左手仅作为控制长棍运动方向的质点 右手在后 控制进退和攻击 这么做的好处是充分利用了杠杆力学 数倍地提高了棍梢的尽力 而这尽力之强气势之胜 也直接逼得叶问抽棍退去 进马镖棍 退马弹棍 四平马镖棍 尘腰弹棍 镖龙枪 两人这一回合的对决 基本上是以弹棍为基础 扶一挑镖刮圈扫的一场不相上下的较量 这一番较量 张天志心中也是暗流涌动 张天志早年学武的时候 就经常听自己的师父提起过 陈华顺的棍法比刀法还要厉害 如今看来 叶问是深得陈华顺的真传 转马扫棍 两人在六点半棍的较量 最终以平局收尾 第二回合 是永春短兵器的较量 两人这里使用的兵器叫蝴蝶双刀 两人使用的刀法叫八斩刀法 八斩刀法是永春拳法的延伸 变拳为刀 它以永春拳的基本手法和短刀的攻防特点组合而成 跟刀转昂汤刀 如果说六点半棍法中 最难防的是镖戎枪 那么八斩刀中 最难防的就是昂汤刀 此刀是靠的是手腕的旋转 使刀是昂汤向上 便是之快 令人措手不及 万力 是八斩刀法的核心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叶师傅也有一个弦弯的动作 躲避张天志的进攻 随即一招昂汤刀反击和阵刀横扫 这反手围攻的变化仅在请客之间 摊刀对冲 镖刀截脉 左手跟刀右手标刀组合进攻 云刀反击 摊刀对冲 上下撩刀攻击 昂汤刀追击 这一下昂汤刀自会因穴而起 上至成江穴 自下而上汤刀而来 这分明汤的是人体八大脉之中的任脉 这着实把叶问震惊到 世人皆以为永春八斩刀 是以永字绝为基础的八套刀法 但是在永春内门之中 一直就有传言 永春刀法之所以叫八斩刀 是因为八斩刀法的核心斩的就是人体的奇经八脉 故称八斩刀 很多内门弟子虽然吸得八斩刀的计划 但是其真正的攻击意义早已显为人质 如今在张天志的刀法之下 叶问似乎更加笃定了这个传言 越不下斩刀 跟刀摊刀对冲 下斩刀 摊刀 横斩刀 双刀跟蓝势 标刀是转摊刀势 这一回合的刀战 明显可以感觉到张天志打得非常强势 而叶问虽然稍显弱势 但也尽数从容地接下了张天志的进攻 从技法上来看 两人都感觉到在外围的招式上是分不出胜负 所以两人相当默契 直接相互贴近内围 开始了一番以刀带拳的吃手较量 所谓吃手 就是双方通过手与手之间的接触 改变对方的发劲和肢体的运行轨迹 迫使对方露出破绽 再行攻击 绑者对攻 标刀上路攻击 标刀下路反击 两人在内围的较量 竟然一时也难分胜负 左手跟刀 右手摊刀强势进攻 双标刀突袭 踏八字刀势 提起坎位 灯角击万卸刃 灯角击万卸刃 两人先后卸了对方的一把刀 左手刀标杀 拍手封刀 张天志突然气刀而去 叶问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图 以张天志的尽力 完全有能力可以抽刀而去 并躲过叶问的拍手封刀 但是张天志选择了气刀 显然是觉得双方的刀法难分胜度 再比下去没意思 所以选择了气刀准备和叶问 开始拳脚上的比拼 而叶问也明白了他的意图 也把自己的刀扔了 日字冲拳击烈 张天志这第一拳就暗藏杀机 日字冲拳被叶问贪手格挡之后 注意看张天志的手型 标指是呼之欲出 叶师傅没给机会 继续把张天志的手格出去了 拍手格挡 绑手格挡 标指 张天志这一记标指便是致快 令叶问措手不及 虽然惊险躲过 但是节奏被打乱了 吃了一记绑招 标指 我们看张天志对于咏春 这种狠辣杀招是毫无保留 毫不吝啬的使用 那是因为咏春有同门教计 流利不留守的说法 同门之间的切磋 不能留守 招式要进出 但是出招的尽力要有所保留 免得给对方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你师傅没教过你 同门教计 流利不留守啊 绑招对削 转身后肘击头 日字冲拳 蓝手冲锤 两人互相再中一招 日字冲拳转式横蓝手进攻 日字冲拳反击 防守冲锤 蓝手冲锤 双推掌 日字冲拳 咏春登脚 从开始的拳脚之争到现在 一共经历了20秒 两人各中两招 一股久违的感觉涌上了叶问的心头 原来正宗永春本来就是以仇字为决 与人交手时 要视对方为仇人 出招要心狠手辣 而叶问早年家庭条件优越 生活富足 加上自己本身性格温和 所以前一幕话之中 叶问的永春并没有那种狠逆之感 反观张天志 早年历经生活磨难 常年打黑拳 性格暴力 这使得张天志的永春更加刁钻毒辣 可以说 张天志才是真正的继承了正宗永春的灵魂心情 叶问早已淡忘了那种感觉 如今在张天志的身上 又嗅到了那股久违的气息 两人接着开展了一番吃手的较量 叶问率先抓得契机 给张天志来了个撩脚结帅 张天志顺势翻身稳定重心 随即两人又开展了一番吃脚的较量 张天志寻得契机 一招永春灯脚攻击 被叶问绑手挡住 永春灯脚反击 从这一轮的缠斗中可以看出来 叶师傅在吃手吃脚的造诣上 略胜张天志一筹 从叶师傅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 能在吃手和吃脚上略胜张天志一筹 这让叶师傅心中也有点小心分 横蓝肘阁挡 蓝手冲锤爆肝 这里也不得不佩服张天志的心理素质 一般高手对决 有时候半招之差 就会让自己心理防线崩溃 紧接着兵败如山倒 张天志虽性格之中藏眼着暴力 但是并不焦躁 刚刚的失利并没有让张天志急躁 而是从容不迫地打出了一个漂亮反击 这一拳爆炸尽力 直接冲飞了叶问 永春蹬脚 跟手对削 双方站位一上一下 在楼梯上开始一番摊捆手的缠斗 拉手下袋 二字前仰马定身 整手冲锤 防手冲锤 捆手 蝴蝶掌 交叉捆手 永春边摊脚击头 永春蹬脚击腹 两人再次各种一招 经过了这一番更深程度的较量 叶问明白 在其他方面拿捏不了张天志 只有可能在刚刚吃手吃脚上可能有一线圣机 叶问以日子冲拳开路 直接贴近张天志 迫使对方和自己吃手拧打 果然被叶师傅找到机会 来了一个冲锤鸡类 绑蝴阁挡 标志横切 双蓝手 这一记双蓝手气劲十足 直接崩退了张天志 永春撑脚 早脚截踢 标脚追击 暗掌拍房 日子冲全转式标志 绑手隔挡 注意看 这里张天志又绑手架挡的同时 左手估住了叶问的手臂 使叶问无法脱身 玄万标志封眼 这里张天志太想赢的心态就暴露无遗了 如果这个时候张天志选择收手 然后一个抱拳礼 基本上可以宣布这一场对决是叶问数了 但是他太想赢了 或者他认为这样子赢的还不够 一招标志封眼并不满足 直接日子冲拳乘胜追击 危机关头 叶问使出了永春听桥 所谓听桥 并不是真的用耳朵听的 听代表的是感知 感知对方躯体的运行轨迹 常年的吃手练习 在极度地提高了身体的触感和灵敏之后 就可以做到听桥 永春听桥 好功夫 绑走驾档 寸拳 方寸之间爆发的强大冲击力 这一拳直接把张天志击退了数拟 爆裂的冲击力阵的丹田气海四处紊乱 全身发麻发软 一时站不起来 这一场刀棍拳脚的比拼 最终以张天志掠书半招收尾 纵观全场打斗 叶问的永春拳稳重之中欠缺了一丝狠辣 而张天志的永春狠辣之中少了些许的稳重 两人刚好可以互补 张天志和叶问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换言说 如果两人开展一番生死对决 谁胜谁富有未可知